豬的比較特殊的部位啊 這邊都有 挺有勁的 迪胡辣 迪胡辣是什麼啊 豬 豬的淡淡的 那個很少有 非常少 最厲害的就是這個 這個白色這一顆 眼睛的 裡面的那顆 金 該不會是豬邊之類的吧 Bingo 好吃嗎 我在吃掉 我們現在在台中 我們現在在台中 我們今天來了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叫做 建國市場 附近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豬雜湯的一個攤塊 早上九點半開始賣 他們延續了七十年的味道 站著吃了 童話 他們以前叫這個叫台溝湯 為什麼 因為豬雜全部都一堆 看起來很髒 但其實 完全不是台溝 超級乾淨又美味 只有當地人知道嗎 觀光客都不知道 不知道 沒有觀光客 有 就是我們兩個 但是我覺得 很特別的是 因為我們在想像中的早餐 他們都會吃那種蛋餅啊什麼的 沒有 沒有想到吃這種 很台式 我們現在要體驗不一樣的文化 非常台式的早餐 要台式早餐 對 所以我們趕快去吃吃看好不好 去吃吃看 GO 阿小姐要走嗎 外帶你自己帶東西來喔 我們沒有東西 你外帶喔 不好意思 要點外帶的話 要自己帶 館啊 館具 館這邊不給外帶 這邊都只有給這種 內用的碗 可以加湯嗎 可以啊 免費序嗎 對免費序 賣很久都50塊一碗 任何 你點什麼都50塊 對 阿你可以加冬粉 也可以加豬血 阿你如果冬粉跟豬血 都要加是65塊 65 我比較習慣 就大腸 那大腸很好吃 大腸 對阿這是 小豆頭 豬的內臟小肚的肉 阿最厲害的就是這個 這個白色這一顆 眼睛的裡面的那顆 金 隱藏版的 要講才有 要講才有 對阿今天眼睛的金 後面那一條金 沒了 我們只好就點這個吃 就點這個 第一次來的可以嘗試 它的種口 所有的豬炸都有 再來再尋一些 就是慢慢的進階 豬的比較特殊的部位啊 這邊都有 因有進 豬腹 豬腹是什麼 豬 豬的淡淡 喔 我還沒吃過豬淡淡 那個很少有 非常少 大部分現在的豬都淹掉了 從小就被結紮 才會長大 它會有這麼大顆的淡淡很少 對還有眼 喔 特別的每天也很少的 白酒金 眼睛後面那個金 眼睛後面那個金喔 對那個也超好吃的 那個也是限量的 那你吃多久了 我最起碼吃個20年有了 20年 那你覺得它有可能被取代嗎 會不會被取代 不過在你心中的地位 不會 因為它都加安Vitamin 喔 怪不得 吃了會上癮對不對 對會上癮 因為它的湯真的很濃 沒有加水 對對對 純豬炸下去這樣子 弄出來的味道 可是 如果不喜歡 豬的味道的話 就會不敢吃 對不敢吃 不要來嘗試 OK 所以它有一股豬味 淡淡的豬味 淡淡的豬味 不要說豬味 淡骨香 好 好 你要自己帶碗 自己帶碗 有耶 真的有帶碗 我真的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早餐 9點吃熱湯 在台中38度的狀態下 六小斤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 那六小斤呢 沒有了 一塊就好了 六小斤 沒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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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吃飽 你吃飽 老闆 我們想要來點 一份綜合 綜合我們可以有一些 特別的東西嗎 你看你要什麼 你講 我要這個 我要眼睛 我要眼睛 我要那個東西 眼睛筋 眼睛筋 喔 白色那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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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這裡 小顆 小顆 還有這個 那個是什麼啊 這是眼睛 喔 還有什麼 大腸 大腸 那是不是還有小腸啊 有啊 小腸 還要什麼 我要一個這個 鞭 這個 這是鞭嗎 一根這個不要做 鞭 感覺 它的湯 很濃耶 有啊 豬大骨 謝謝謝謝不好意思 豬大骨的感覺 如果你外帶的話 你要自己帶這種 製造的袋子 或者是你要自己帶鐵鍋 你沒有帶這些東西的話 是沒辦法外帶的 大家也可以自己帶碗來這邊吃 謝謝 謝謝老闆 這樣夠多嗎 七味粉 這是七味粉 我們加點七味粉 OK 完整的豬炸湯蛋汁 待會這兩 這碗精華有兩樣東西 我要去請我大叔吃 鞭 老闆說今天沒有懶趴 所以我們就拿假懶趴去給你 看看他吃的反應會怎麼樣 所以假懶趴是什麼部位啊 脆腸 脆腸 好 嗯 怎麼給我吃這種東西 裡面有豬血 冬粉 還有一些 豬炸 很特別是嗎 是 上面擦七味粉 然後有酸彩 然後給你加冬粉 怎樣好吃嗎 怎麼了 快點 快點我們沒有時間 不要浪費我們的記憶體 我跟你說我覺得這樣好不好 我來加給他吃 是 這樣說是什麼 好像一種澱粉類食物 澱粉類 它應該是蛋白質 好像嘴鞭肉耶 嘴鞭肉 嗯 不是這個東西 聽說台灣有一半的人有 它長得像內臟類耶 來吃吃這一面 因為它豬炸啊 豬炸就內臟啊 豬炸裡面什麼都有 來吃一下這個 這個怎樣 你知道是什麼嗎 還是我公布答案給你 對 該不會是豬鞭之類的吧 Bingo 好吃嗎 我在吃掉 吃鞭煮 吃鞭補鞭 吃鞭補鞭 我的鞭已經長完了 不用補了 大家都搶著吃這個 為什麼 因為吃鞭補鞭啊 那邊都是男生在吃的 來 你就是愛吃鞭要多吃 嗯 嗯 怎麼樣 像肉 對不對 像嘴鞭肉 嘴鞭肉 它其實不是鞭啦 蛤 那個不是鞭 那個是脆腸是不是 這個其實也挺特別的 這什麼 搞完喔 不是 你吃吃看就知道了 對你吃吃看 我先聞聞看 對你聞聞看 聞了應該都差不多味道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它是那個豬的蹄剪下來的 豬蹄 對剪下來前面的腳趾頭 一顆一顆腳趾頭 腳趾頭聽起來也有點噁欸 怎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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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腳趾頭好吃嗎 好有膠原蛋白喔 很有膠原蛋白 欸 它是貨 真的 怎麼樣 怎麼樣有膠原蛋白 一整顆都是 就是膠原蛋白組成的一顆東西 有點 流脂感粉 狀類的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 其實豬的那個精華都在腳趾頭上 所以那真的是腳趾頭 其實那是眼珠子 我剛給你一顆眼珠 好吃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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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說很好吃啊 你不能有心理作用 真的好吃齁 就是 不難吃 不難吃 但是一驚到是豬眼珠 也太大顆了吧 太大顆 沒差這個就是精華 在這邊精華就是這個 大家都來吃這個的 欸 一隻豬也只有兩顆欸 對啊 還有另外兩顆也只有兩顆 搞 我們平常是吃魚眼睛 魚眼睛就是很正常 大家都會直接這樣吃下去 小小的 但是剛剛那一顆一大 這樣進去啦 你跟我說是眼珠 欸你跟我講 哪裡買得到豬的眼珠 喔 它豬血湯很好吃欸 多好吃 蛤 豬血很入味 它把所有這個湯頭都含在裡面 我一咬下去 它的豬血會有湯汁 啊哈 好 好 而且它的酸菜味很 酸菜味加分非常多 真的假 你沒吃到酸菜嗎 我有啊 但我剛才覺得好辣 沒有辣啊 完全不辣啊 你吃了那口七味粉 我吃到一口七味粉 這裡也來 我也來吃一口七味粉 這裡 但你不能這樣跟我比 你又不怕吃辣 黑白醬 嗯 又來了又來了 嗯 喔有了有辣 哈哈 對不對 你看 人家都說辣了 我是怎麼會覺得不辣 嗯 怎樣 我跟你講 各位 你們來吃這裡 一定要加冬粉 冬粉也太美味了吧 冬粉把那個湯汁 完全吸附在裡面欸 讚 好讚喔 這個 啊我看到了 原來它剛剛是長這樣 故意不拿給我看正面的 我看到這個眼球了 OMG 好可怕喔 當地的人說這個要配 白酒燕 白酒燕 白酒燕是什麼 白色的那一粒 白酒 一起吃嗎 白色的那一粒放在上面一起吃 我剛剛吃的那一顆是不是 對對對 那一顆叫內粒 他們說要這樣一起吃 一起吃 一組的 那我來吃吃看 膠質 對不對 膠原蛋白的感覺 嗯 我覺得我現在 立刻 回春了 哈哈哈哈 喔 皮哥你一定要吃他的冬粉 好好吃喔 我覺得我喝湯就好了 我好喜歡 這冬粉好Q好帶勁 對不對 超級Q欸 我有點被嚇到 冬粉超讚 對 來這裡吃一定要加冬粉 而且我覺得這個 重點是加冬粉50塊 沒有我覺得這個湯加了酸菜超級適合 包含全部很實 你知道加了酸 這個湯有點微微的酸度 它會提升我的食慾 對 所以這整個我都要吃了 對 但我有疑問欸 這是只有台中人這樣吃嗎 是的 所以台南人高雄人台北人不這樣吃 台北人你有這樣吃嗎 台北人我覺得應該很少 台北人我覺得應該很少 你不是天龍人 但是因為我 台北人我沒有這樣吃過 我從小長大沒有接觸到什麼泰式場 或什麼 所以我不知道台北人有沒有人這樣吃啊 台南不一定 因為台南我早餐有吃過類似 那種豬頭飯 它叫豬的頭皮 對 台南我有吃過 但是它有沒有這種豬雜湯 我就不確定 反正這個就是 道地的台中人吃的是不是 所以只有台中人吃的到 觀光客不知道 觀光客不知道 對 我想對 觀光客要走到這個地方來 也是不容易 對 要找到一家路邊攤不容易 對 我有個問題啊 就是 我告訴你 你這碗到現在可以去加湯 趕快湯喝一喝 你這樣可以去加湯 對 是免費的嗎 免費去 真的假的 趕快更好喝 快點我先喝掉 我告訴你我是認真的 因為東粉已經把湯吸完了 因為這一整碗我真的覺得 我最尬於這個湯 這個湯就是有一股熬了很久的味道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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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像台中這樣吃一碗啊 這樣子的價格是合理的嗎 合理的啦 他大概 二十年三十年沒有漲價都這樣子 所以一直都沒有漲價 一直是這個價格 對 一直是這個價格 你說從你國中小時候吃到現在都沒有漲價 沒有漲 真的假的啊 真的啊 哇塞 這樣很厲害耶 真的是佛心價耶 所以你看喔 老闆有賺 你等一下拍過去喔 會看到一些冰室啊 雙逼的 然後點在路邊 在這裡 一樣站著 他就是沒有椅子 就吊在這裡 哇 免費給你加到飽耶 很棒耶 超划算的 真的耶 而且你看 步步為盈啊 不要很小心 小心 我要喝那個最清的湯 喔好燙喔 好好喝喔 他這個湯真的很濃耶 而且非常好喝耶 對啊 人家都是喝那種豚骨拉麵的湯 我們就是台式的豬炸冬粉 我看 我真的在台灣活到這麼久以來 我還沒有在這種大熱天的白天 然後喝熱湯 而且是認真的就是 在喝這種感覺是中餐或是晚餐的東西 殊不知就是早餐 是早餐 各位 晚餐 晚餐